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29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内政部长叶俊荣 29号是来到了台东县政府 代会县长黄建廷 并且共同来讨论 未来台东县的发展规划方向 同时也表示 台东在台东市是个具有特色的地方 对于县府所提出的大五之星计划 来强化南回的发展 叶俊荣相当肯定 在未来也会持续的协助县府来发展 内政部长叶俊荣 在今天特别来到台东县政府 与县长黄建廷 共同讨论未来发展的规划 而对于县府所提出的大五之星 来强化南回的发展 叶俊荣则表示 这项计划能够掌握到在地的需求 并肯定大五之星 对于台东发展是非常好的计划 我们这次看到 我们县长带领团队 所提出了这个南回之星 然后大五与港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设计 因为我们所有人看的时候 都觉得相当敬艳 这是一个相当能够掌握到在地需求 而且后面的那种要让它活化 那个想法相当相当明确 相当相当的强 所以我就看到 我们看到台东县的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个 从内政部的角度看起来是相当强的一个案子 那我们今天特别来看 来了解 那也利用这个机会跟县长 还有县府的团队 讨论以后推动这些的一些细节 黄建廷则提到 会提出这项计划是南回地区 相较台东其他地区来说 是相当落后 也是最需要县府协助帮忙 乡镇当然都会有它的需求 那也许是放在不同的计划里面 或者是不同的科目里面 就城镇事先这个来讲 我们之所以提南回 是因为相对于其他台东县其他的地方 南回真的是发展最落后 最需要特别的帮助 那选择在大五 虽然是在大五乡 其实它的影响绝对是整个南回四乡镇 做起来以后 甚至于整个台东县都会有注意 所以我想这个是最能够凸显前瞻的一个做法 那现在我们提出来这个计划 老实讲也不是乡镇的层级有能力 甚至于超越整个县政府的层级 因为我们已经透过设计中心 透过这些警官的这些顾问 这个是结合很多学者专业的 这个还提出来的意见 所以如果说要把这个放手 给乡镇自己去提 我想他们提不出这样水准的东西 我们县府都不一定提得出 下午叶俊龙也将前往视察太马力火车站 以及台东市的系统工程 他强调内政部是扮演协助地方发展的重要角色 也期待与各个地方政府来合作 让台湾的发展更好 记者蔡承翰台东市报道